到征戰奧運 很多人其實看到這幾幕 都非常非常振奮人心 戴資穎在昨天最後拼搏 拼上了他的好朋友伊森 小戴這一次的狀況 跟他上一次拼奧運的狀況 截然不同 為什麼 他其實是連小跑步都不行 他的左腿受傷 右腿也受傷 他是拼了命 他自己都懷疑 我到底能不能上去 因為他第一場跟比利時拼的時候 全身都已經 全身都是傷了 倒不掉 倒不掉了 他都懷疑說他沒辦法上去 他拼了命上去 打到後來真的沒辦法 到他的對手 這個泰國的一姐伊森隆 都忍不住抱著他 因為他也知道 這個小戴體力完全已經不行了 連他的對手 都為他忍不住了弱淚 舉國所有的民眾 都去他的臉書給他按個讚 說小戴真的是辛苦你了 每個人昨天看到都弱淚 小戴跟伊森隆 其實他們過去對戰了36次 小戴是贏了20次 對手是贏了16次 他告訴大家說真的對不起 希望讓大家失望 可能以後大家可能會忘記我 他說這一個月他其實很難過 因為他左腿受傷 後來右腿也受傷了 他覺得他自己知道沒有辦法 他甚至覺得 我可能連上場都沒有辦法 後來終於可以了 但是他也知道不可能會有贏的 他的爸爸在台灣接受訪問 他說大家知道嗎 他傷有多嚴重 他坐嚴重到要練習的時候 他都是坐在椅子上 因為他根本沒辦法站 他腿傷非常非常嚴重 接下來打完了這一役之後 他要好好看看台灣 因為他到處征戰 沒有時間帶來台灣 接下來他也希望說有個目標 要當三寶媽 當然他受傷很重 他們家人都會講說他29歲 在女單的世界裡面 已經算是高齡了 他有個特色 他從來不研究對手 所以他是一個天才特質的 另外一個讓大家覺得振奮的 就是王麒麟跟李楊這一隊 尤其是王麒麟 因為他在上陣的時候 一開始影集還沒熱 好像沒有進入狀況 但後來又過頭了 所以他的情緒 還被李楊給拉回來 整個過程 這個跌宕起伏非常激烈 而且每一關每一關 都是膠著的激戰 最後大家覺得很神奇的 有三次的地方 王麒麟他居然是躺著 躺著都打贏 或者坐著他也打贏 有人說這個真的是 嚴重羞辱他的對手 連坐著躺著都打贏 昨天這一個他們獲勝之後 進到南雙的八強 待會晚一點 他們就要進入下一局裡面 他自己有講說 我跌在地上 對手一定會攻擊 還好李楊有支援他 所以那一套都是 從李楊那邊學過來 但李楊現在告訴大家 這一役之後他要轉任教職 所以這樣的一個麒麟配 以後可能就是變成絕響 請教我看 其實運動員 他們平常努力的辛苦練習 只有在上場表現的那一刻 不管是奪牌 大家更高興 或沒駝牌 大家給他鼓勵 那個戴志穎的PO文 已經有15萬的按讚了 那大家都去 我昨天有看 因為平常其實也忙 不一定有看 但戴志穎上場一定要看 我叫MOD 根本沒有裝起來 因為很忙 昨天還去那邊接線 把它裝起來 就看完以後 真的就很難過了 你又問我說你在那邊哭什麼 因為你以前看戴志穎 在跟對手打 而且以色濃 他跟他對戰36次 前幾次 前幾年 其實戴志穎 就是以色濃那樣子 打的點非常準 然後讓對手等於被他虐 昨天戴志穎的狀況是被虐 可是他並沒有放棄 他一度輸到九球 可是他還是努力在打 他也很明顯看得出來 他沒有辦法移動 不是平常可以快速移動的小帶 他到最後沒有說 其實看得出來走路 我看他的右手肘這邊 因為那有板拳 我也不敢用得到 他這裡有流血 他有磋傷 對啊 因為他的奮力去救球 就手都有磋傷 然後以色濃打得很準 可是問題是 他們兩個那麼好的朋友 他每一球還是用最快 而且很難救 然後又打很準的點去 擊敗他的好朋友小帶 如果我這個完全個人請求 我很希望以色濃你就贏吧 一路贏到底吧 小帶已經沒有了 對不對 因為他們是好朋友 後來小帶還沒哭之前 以色濃反而先哭了 他們兩個隔著網去跟對方 因為打完一定會 那有時候你看得出來 就對方就這樣弄一個 對 但他們是真的隔著網講話 轉過來以後 而且結束之後是以色隆 特別走向他 給他一個熱情 你知道嗎 他轉過來以後 是因為我們必須要跟主審台判致敬 結果小帶已經去跟主審台判致敬 因為一定要 就以色隆也該去 但他忍不住就報 所以報的時候 這個時候還沒有 那個以色隆還沒有跟主審致敬 等到報完了講話 也都哭了 再去致敬 所以他真的把他當好朋友 那沒有辦法 因為戴智穎 他現在目前狀況是這樣 那至於這個麒麟佩 他們現在目前能夠繼續往前 我希望大家都幫他們加油 那當然他們的表現這麼的好 那現場當然 我聽到很多的國外的外國人 也都在幫臺灣加油 希望每一個運動員 表現都能夠更好 這一次的奧運 好像不如大家預期說 每天都看到柔道 拳擊都一直有獎牌 雖然沒有預期中獎牌那麼多 我覺得我們的運動員都很辛苦 大家應該幫他們加油 大家還在期待破蛋當中 希望有最好的表現 但是也幫這個選手來加油 另外一個有可能也是 從好朋友 自交好朋友 變成這個對手的狀況 就是我們的小林同學林雲爐 他現在被挖出了跟大陸的球網 梵振東之前去看這個演唱會的 泰勒斯的這個演唱會 其實還滿訝異的 因為過往大家看到這個球網 梵振東在打球的時候 非常殺 殺氣騰騰 但是在這個影片裡面 看到這個 他們自己打卡的影片裡面 他們去新加坡看這個泰勒斯 這個球網一改他平常 速殺的樣子 完全是一個迷歌 完全是一個歌友的樣子 甚至就跟著這個泰勒斯的歌裡面 就把這個跳起來還唱他的歌 也看出來小林跟他感情真的不錯 因為他有時候拍的 大家都是拍明星 比如泰勒斯在舞台上是拍泰勒斯 他不是 他是拍球網 所以兩個感情非常好 大家也沒想到說 我們的對岸兩個人 是強勁的對手 以後一定會對上 怎麼會感情好到這種程度 非常不可思議 當然林雲倫昨天有個話題 他有打到一半的時候 他說對手的教練太白了 大家想說這個是牽涉到種族嗎 不是 他說對手的教練 給人家感覺好像有點故意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球場上穿花花的沒關係 絕對不能穿白的 因為影響你看到白色的球 但沒想到對方的教練 怎麼可能不知道這種非常 最基本的職業道德的規矩 他覺得意思好像聽起來 是有點故意的 所以就希望對方教練的衣服 應該要換成不要是白色的 沒有人會這麼故意 但是今天有一張照片 大家就看了 全世界都非常立刻 社群都是洗版他的照片 這個是他平常訓練的 土耳其51歲的 這個射擊的選手 迪凱奇 因為他很酷 他非常酷 我們昨天看到南韓的射擊手 他至少還有一些輔助的 這些設備 甚至還有南韓其他 全身都是射備 都是輔助的設備 這位大叔 51歲的大叔 一點設備都沒有 他唯一的設備是什麼 耳塞 然後穿的也不是 穿的也是很輕鬆 然後一手插在口袋裡面就精準 這樣也打出銀牌 非常非常厲害 現在有人說 他是不是平常是當殺手 所以才這麼厲害 他不是 他說他是退役的軍人 請教董哥 他以前是憲兵退役 憲兵的準位 所以他其實平常槍法 本來就很好 在世界上也打過 非常多不錯的成績 但是沒有得過獎 沒有得過奧會的獎 所以已經51歲了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從容 就是說其實我涉及也滿準 就是涉及其實是一個心情 你心情越平富的話 就是百花百重 我覺得他就是很休閒 很舒適的這樣 上來這個反而在心態上 你不爭反而獲得好的名字 不爭就是爭 就是爭 我真的講涉及其實最主要 是心情跟呼吸 競賽的最高境界 對 那你看小林同學 他跟環振東是怎麼樣 他們去看泰勒斯 泰勒斯當然是天后 我不用講 他在亞洲只有這一場 新加坡 新加坡 你說你來我這邊表演 你就不能去亞洲其他地方了 這個規定 所以大家就只能去新加坡看 新加坡就變成唯一了 告訴你 這就是做順意的原則 只有我有 你們要 大家都來我新加坡來朝鮮 好 那小林同學 跟環振東怎麼關係 東京奧運的時候 他們兩個打了七局 那時候小林同學是比到默默無名 所以他就打出感情來 打出感情 後來環振東嚇一跳 環振東那時候就球王 他嚇一跳說 我滿頭大汗 怎麼會碰到一個小鬼這麼厲害 後來大家交情就出來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講 現在世界桌球排第一 不是環振東 是另外一個大陸人叫王楚清 過去維持最久的那個人是馬龍 頂頂大名的馬龍 中國大陸過去桌球隊的隊長 他現在排第四 所以江山帶有才能出 就說你年紀大了 很多東西你就會那個 所以我剛剛聽偉安在講小代 其實大家也知道 小代曾經在世界排名第一 那時是個台灣之光 我們台灣有非常多的廣告 都是小代對不對 都覺得 可是江山真的帶有才能出 你才30出頭 你現在大概就是最後一次了 所以很多人就會感慨 那我覺得說運動 當然大家要替我們自己的 中華隊加油 這是我們唯一大家該做的事 好 我們更多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拜託 對 呃 세� Chery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